4月8日至10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圆满完成环台岛战备警群和联合律舰演习各项任务 全面检验了实战条件下部队多军兵重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 该背景下台湾GVBS新闻网10日报道宣称 取得解放军和台海军在当天早上备置的一段录音 针对台海军声称不得进入我24海里迎接区的言论 解放军当即回应称 24海里迎接区不存在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破坏两岸和平稳定的是台独 不好说啥 说了话放到这里去吧 啥话呢 就是有的时候吧 就是说难听点叫早死早脱生 是吧 其实也不一定 因为有人评论吗 说有一个什么最新法案 针对这个事件 就是制裁啊 曝光啊 什么有多少财产啊 在漂亮国啊等等这些个事 因此这个要打的可能性就是个负数是吧 不可能打 你打那群人的二奶怎么办呢 老婆孩子怎么办呢 资产怎么办呢 上哪弄啊 那些个钱呢 弄回来弄回来有政敌的 你以为都是一般的 是吧 你你你以为安全的 前一段时间说那个钱 说那个什么 那个香港那个地方 说加班加点 都已经这个不下班了 天天就数钱 说这么多钱跑回来 那很有意思 就是在那里不安全了 可能是闻到点什么气息了 弄回来又不行 最好悬在空中悬着现在 他们也没办法 我个人认为很难打 打不起来 是吧 就是因为这个有各种进办 是吧 我个人认为很难打 我个人认为很难打